為何我們稱為Squared Dog Robotics Squared 是最基本設計的圖形其中一個 亦代表公司原創科技100%自主研發 亦是從最底層最開始設計 即Squared One 所以有Squared Dog其實是人類的好朋友 其實我們的機械人都是設計出來為人類服務 不是要取代人類 而是希望給人類提供最好的服務 所以我們就用了Squared Dog Robotics這個名字 而我們的機械人第一是輕巧靈活 第二價錢是非常合理性價比非常高 而且操作機械人只需要一般人員 不需要有任何專業知識 或者有特別的科技專才 所以我們的機械人可以在工業上 大量商業化形容 這亦是我們另外一個特點 今天我來參觀Robotic這個機械人消刊 我今天體會到機械人消刊的發揮非常之好 因為它用人工智能 用我們的消刊技術 用程式寫進去 它們發揮得非常之好 所以如果做了一個掃描的動作 將每一條刊篷掃描出來 計算了的話 就發揮得非常之好 這個穩定性對消刊界是最重要的 這次用雙機械人消刊 在速度上比人手快很多 之前我也會擔心一些 可能是強光、煙等問題 但因為機械人的距離是很遠的 所以這方面不用太擔心 在建造現代化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的機械人是扮演了一個輔助的角色 我們不敢說我們是靠機械人 可以做到所有的事 其實是必然需要機械人 和人類提手合作 才可以推進機械化的過程 自動化的過程 而且這是一個過程 今天我們是在一個起步階段 我們也不祈求我們可以一步登天 因為由零分到一百分 其實必然是一個過程 我們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共同合作努力 將我們由十分、二十分 一步一步做到一百分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希望做出我們 在機械人這方面的貢獻 也和業界緊密合作 共同中步 最高的消耗 二十分之是 感谢观看